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主者 这里是孔敬波 蒋永春 今天我讲一讲胎手在顾名当中如何去练琴 胎手分为几种 我今天就讲第一个 向上手 胎手的力量是往上 人要走位走到这边 然后冲腿冲出去 那这边一定要朝上手 朝上 冲拳 那为什么要朝上呢 因为别人的力量是直线过的 或者是从旁边过来 别人力量从旁边过来 如果摊手是这样对撞的话 比如说我是这样对撞的 他的力量会把我给强回来 那一个力量是往前 或者力量是往上 我就会改变他的力量的方向 所以我这个摊手一定要向上去 那就是远处的第一个程度 这样我们才能改变 你看 从力量撞手看 你又改变了他的力量的方向 但是向上有一个洞 你不能上到这个位置 上到这个位置 你又滑掉了 所以摊手只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冲圈冲到这边 那这边一样 摊手摊上手 冲圈冲出来 摊手摊上手 冲圈冲出来 摊手摊上手 冲圈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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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摊手的运动 第一种 第二种摊手 是往回带 往回带 引他回来 那么我们再看看罗手 罗手也是往回带 只是罗手是用的持股 摊手是用的手臂 手臂 所以他的连理 切力 包括切力的运动 都是一样的 只是功能不同 因为人的手 手臂有手臂的功能 手掌有手掌的功能 手掌可以拍 手臂有手臂的功能 持股有持股的功能 老骨有老骨的功能 老骨可以做绑手 持股可以做蓝手 这边可以做摊手 但他的切数运动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是在切数短的时候 是运用手还是用手臂 这是根据你的距离和空间来去判断的 所以摊手呢 第二种就是往回引 往回引 那引到什么程度 很多人以为用力过猛之后 一引 拉开了 就丢掉了 那就很危险 而且这个权力到这边 再回来就很慢 你的中文已经公开了 但你只到这边 只到这边 就OK了 这个权力到了 那你这边呢 一样子你只到这边 就到了 这样很安全 因为永春的位置 就在这边 就在这边 那就很安全 所以在念的 为什么不能用蛮力呢 很多人用蛮力 看着打得很漂亮 但你想一想 如果说你没有摊到 你没有摊到 你的手是不是跑到旁边去 这是第一 第二 你就确保 你的手的力量 一定比别人的权力量大 这叫争 所以永春 中国武术 他是不争的 不可能别人对抗 对争的 而是界别的能力量 这其实不光是中国武术 包括楼道 和亲道 他们其实讲究的 都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所以如果你是 去对抗 去争 你不可能做到 你落身产 所以在做这些动物 一定 要去 体会 他的滚动 体会 他的滚动 这就是贪手 运用 的变化 那么这个贪手 有了 罗手 有了 那这几个手法 就可以去 灵活地去 有了 绑手 变贪手 对不对 绑手 变罗手 对不对 绑手 变罗手 因为绑手 它就是一个支点 它就是一个支点 就是一个峭板 如果说没人家里的时候 你想想到这边了 咦 咦 刚才这个主观就到了 对不对 这边挂着了 吴贵在家里这边 连几个罗手就到了 吴贵登 在阳 罗手 所以他的电话 就是把手 变任何手法的电话 也是根据 立的方向 这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盾牌一样 盾牌为什么要是圆的 而不是平面的 如果说是平面的盾牌 它找不到立的方向 因为它是圆的 所以你才会懂得 刀砍过来之后 我懂得去怎么画 怎么去画 而怎么画 就靠我的手臂在旋转 靠我的手臂在旋转 所以有一只手就是洞牌 有一只手就是毛 这就是永春 那么这个洞牌在设定之后 我是往这边画 还是往这边带 还是往下翻 还是往下压 这样就形成了各种手法的出现 所以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思考 是正确的去理解永春的这种技法 好 今天课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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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